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19日 礼拜一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回馈 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 她的血压仍然偏高 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 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有一次计算是一百三十几 有一次三十几那次上高是一百二十几 直接漂亮到不得了一百二十几和七十几 不过我说是否那些东西都不信了 我说是否那些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我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遭到国际社会围堵 无计可施 尝到中共党魁在内的各级高官 使出浑身解数 试图挽回和欧美国家的关系 中共外长王毅肯德国出席 莫尼克安全会议期间 被指既希望于美国解除制裁挽回乱局 但是回天罰術 根据法广媒体的报道 王毅在17日参加福会期间宣称 中共能被国际社会带来稳定 但是,与之相反的是 欧洲各国不约而同的加强对中共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审查 原因是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搞乱了市场 以美国为主的国家 大多趋向于疏远中共而非靠近中共 外界获得消息 指出王毅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期间 曾经要求中美两国不要脱欧 路透社18日公布消息 称王毅肯和美国国务卿会面期间 称华府应取消对中共企业和个人的制裁 不过业界普遍认为中共央求获得美国认同的做法难以生效 原因是纵容中共发展会对欧美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中共政府的军事动员和军民融合行为正在对印太地区造成恶性影响 该机构表示,在俄会战争的经验下,如果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生时 外界可能需要应对一场抗日持久的消耗战争 这会导致国际秩序更加不安定 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麦克哥地警告 北京的军费扩张正在推动周围国家快速发展军备 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台湾在内 这些国家的军费发展比例急升,目的只是为了对抗中共的影响力 日经亚洲引述研究员的讲法表示,俄罗斯原本对机构发起闪电战,现在陷入泥潭 作为教训,中共政府正在将其的军民资源和法律适应于长期战争 据悉,中共政府在202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预备逆人员法》 就曾被外界解读为抗大征兵令的准备动作 美国之音引述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施分析 解放军在2015年军改后,每一个集团军编成6个战斗旅 总计战斗部队若有3万人 另外一个讲法是解放军打台湾分三路进军,也就是至少3个集团军近10万兵力 但若借镜俄乌战争这样的人数恐怕不足以征服台湾 沈明施说,台湾的条件可以以小敌多 比如有人说,中共攻台第一波的登陆大概会有10万人 如果它分三个方向登陆,一个方向3-4万人 登陆作战攻方要5-10倍的兵力 台湾只有一万人就足以打败3-4万登陆的部队 另一方面,中共在妄想发展军事野心之时 需要应对中共当局目前携手的经济下行问题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前往天津考察 期间在车站食包回憶上山下乡 被指试图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塑造亲民形象 专家认为,习近平这次考察造秀 是为了以他本人文革受苦经历 引出其后守得云开的内容 对此,有观点表示 中共统治下的所有行为都是中共社会的真实缩影 想象很丰富,现实很骨感 公众号《基本常识》在18日公布的评论文章中说 眼白白看着历史全面倒退的人 又怎知道哪一天才能春暖花开? 16日,匈牙利数万人在首都布达佩斯抗议 要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辞职 这可能是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7日,欧尔班宣布 政府正准备在今月批准 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 有分析认为,欧尔班的态度转变 可能和来自民间的压力有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瑞典在2022年5月 和芬兰同时宣布申请加入北约 现在只需匈牙利放行 瑞典就能够加入这个军事联盟 发生社报导,欧尔班在国情之文演说中表示 好消息是,目前我们和瑞典的争端正走向终点 我们和瑞典总理共同采取了重要步骤 以重建信任,但他并未说明细节 他指出,我们将会在国会在春季开议时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国会预定在26日开议 今月14日,瑞典外交部长比尔史特隆表示 瑞典希望匈牙利尽快同意该国加入北约 消除他入民的最后障碍 尽管布达佩斯原则上支持斯德哥尔摩加入北约 但匈牙利要求瑞典停止 比谤被批评为转向独裁的匈牙利政府 相关程序因此而延期 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三国发表联合声明 对外国信息操纵深表关切 决定成立一个联盟 以加强抵御和应对能力 声明中说,支持美国国务院1月中旬 发布有关联盟框架 当中概述打击外国信息操纵的多项原则 例如支持独立传媒及鼓励各国多走一步 不要停留于监察发现和上报的基本 自去年8月,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说 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 散布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的身份和政治立场的虚假信息 10月,环球事务部指 一系列针对总理杜鲁多、保守党领袖普瓦列弗尔 和其他国会议员的造谣事件 中共政府很可能是幕后黑手 环球事务部说 有人盗用社交媒体账号散布谣言 并报道加拿大一名中共的批评者 指控多名国会议员犯法和道德违规 其中贴文相信涉及散改影片的心艺技术 今年在英美印度等占全球经济生产超过六成的国家 都将会举行大选 世界各国因此都更加关注操纵外国信息的问题 组织失实观察创办人科尔加表示 计划有助迅速建立社会抵御外国信息操纵的能力 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信息操纵 科尔加说 预计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政府 将会在今年的强国选举当中 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 为批评他政权的候选人 或者政党列造各种故事 他说加拿大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就是目标 应该密切关注他们的信息来源 2月17日大年初八 福建省泉州南安市东罗镇传出灭门惨案 网友发出消息指出 一名刑满释放男子冲入人家斩杀一家三口 网络传出消息指 此次灭门案疑似源自聘礼糾纷 受害者加为女儿收受兇手15万彩礼 随后令嫁给他人 目前为止 中共政府官方并未给出任何答复 反而封锁消息 当地网民传出短片 疑似事发地点附近拉起警界线 2月18日 中文媒体《蕭商神报》 就该案置电南安市罗东镇政府 遭到工作人员呼显 说需要询问南安市公安局等待官方通告 还说有官员抵达现场多个部门介入 疑似公安局声称 嫌疑犯男子已经被抓获 其他需要等待通报 而当地殡仪馆表示 当晚确实接受了事发地点送来的死者 据悉 嫌疑人与受害者都违规震新名村人士 之前大年初一发生的山东日照市连环滅门案 引发全国网民震惊 但是中共政府为了掩饰太平 在媒体封锁了一切消息 六四学运领袖、民运人士吳宇开希 近期未在公众场合露面 近日有媒体披露 吳宇开希在台湾大选的前一天 不慎重楼梯跌落 情况一度危急 而在各界持续关注之際 吳宇开希本人和好友也在社群平台报平案 和王丹、柴玲等同为六四学运领袖的吳宇开希 2月18日在廉书帖文 除了祝福大家龙年吉祥之外 也针对过去这段期间被担不到的各种活动参与 演讲邀请或其他未能尽到的承诺讲声抱歉 并提到失联过几月的主因 原来吳宇开希由于发生以外 在过去的一个月来几乎都在医院 经历家户病房、普通病房 到现在已经能够出院 并在家里由亲人照顾 恢复的速度连医生都感到惊讶 他也感谢亲朋好友持续的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吳宇开希说 是各位的声音将他从昏迷中换醒 也是为了持续和各位一起打造更好的未来 才令他如此快速的恢复 最后吳宇开希表示 即使目前状况稳定 但毕竟受了个大伤 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康复 眼前也还有漫长的康复之路 但他会持续努力奋斗 期盼能够尽快重拾日常 至于以外原因 王丹則在《念书》发文简单说明 吳宇开希在台湾大选前一天落楼梯的时候 不慎跌落 手术时和手术后 王丹和另一位89同学颜柯夫 首后在医院 曾经非常焦虑 但吳宇开希生命力还强 一步步好转 现在已脱离险境 目前在復健中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天新闻再会 词内容 紀致中文字幕名字幕统筹 您选择 她们既然含有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